《琉璃娃》 稀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我和孟令舟结婚八年,从未见她下班这么积极过。 不仅直接冲进健身房,还找借口说有饭局不在家吃, 其实偷偷在楼下吃简直餐。 笑死,我直接打电话约闺蜜出去喝酒, 但闺蜜听了我的吐槽,一脸警觉, 又是喷香水,又是健身,她不会是谈恋爱了吧? 我第一反应是否认,不可能。 孟令舟要是谈恋爱了,肯定会告诉我。 闺蜜噎了一下,你们城里人真会玩, 我也觉得怪怪的,还有点酸, 但是输人不输阵,我嘴硬道。 反正我们本来就没什么感情, 况且孟令舟最年轻美貌的时候我已经尝过了。 闺蜜朝路过的帅哥抛了个媚眼, 那你岂不是很快恢复自由身, 我一定提前替你物色几个小帅哥, 保证比孟令舟又嫩又能干。 我示意他不用管我, 然后一边喝酒一边神游天外。 我和孟令舟根本没有体验过正常人交往的方式。 一毕业我就进了孟室, 一路摸爬滚打, 成了孟令舟最得力的助手。 后来他奶奶病重, 他为了让老人不留下遗憾, 需要找一个假结婚的对象。 我想都没想,就站了出来。 当时我想的是不仅能领着工资, 还能让孟令舟欠我一个人情。 将来我在公司横着走都行, 后来我确实能在公司横着走了。 不过,这一横就横了八年, 我俩硬生生从结婚搭子, 成了老夫老妻。 本以为这辈子都要这样过去, 平平淡淡, 但是账户里有用不完的钱。 没想到, 孟令舟居然老树开花了。 我叹了口气, 掏出手机, 上网找离婚协议的母版。 刚好看到孟令舟半小时前发来的消息。 老婆, 我最近是不是晒黑了? 我点台图片, 差点哈拉子留下来。 果然有了第二春, 就是不一样。 这胸口, 又大又白, 刚运动完, 汗津津的。 但孟家是穷得穿不起衣服了吗? 我一边点保存, 一边阴阳怪气。 知道黑还不做好管理, 不知道自己人老猪黄吗? 爽完了, 我立刻撤回。 怎么会呢, 老公, 这谁看了, 不想做两口。 然后发了好几个软蒙表情包敷衍过去, 就准备退出。 下一秒, 孟令舟的消息就弹了出来。 老婆, 我看到你的撤回了。 我两眼一黑, 刚要狡辩, 就看到了下一条。 我开玩笑的, 老婆早点回家。 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虽然觉得哪里怪怪的, 但没有多想。 第二天一早, 我就打印好离婚协议。 别问我为啥去公司打印, 因为薅资本家羊毛薅习惯了。 虽然现在我是部门老大, 但是当年好歹也是做过孟令舟的新妇。 我自认为主动给孟先生提离婚, 是很体贴的行为。 毕竟这决定了离婚后我的生活质量。 我可以没有男人, 但是不能没有钱。 我斟酌了半天言语, 终于坐上电梯上顶楼, 去找孟令舟。 下属见了我的脸色, 大气都不敢出, 半嗓才开口。 徐总, 咱们公司要倒闭了吗? 我摇摇头, 掏出手机看了看, 也意识到自己的脸色很差。 挺好, 等会儿孟令舟见了, 说不定会多分点房子车子给我。 我放弃思考自己为什么心情很差, 努力提起嘴角, 想想银行卡里数不清的数字, 还是笑不出来。 坏了, 孟令舟这个老灯, 在我心里的分量意料之外的重。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推开门, 没想到扑了个空, 孟令舟这种工作狂, 居然也会翘班。 我将离婚协议扔在他桌上, 准备等他回来。 李助理端了杯咖啡过来, 刚要递给我。 结果看到桌上的离婚协议, 愣在原地, 然后大惊失色地退了出去。 甚至咖啡都忘了递给我, 半晌才在门口小声道, 许总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我看着沙发上的就毯子, 漫不经心地恩了一声。 刚结婚时, 孟令舟觉得我这个孟夫人 在做秘书不合适, 就把我分到了现在的部门。 业务不熟练, 新同事也不敢和我打交道。 压力太大, 我一度想提辞职。 梦令舟看不下去, 把我叫到办公室, 手把手叫倒。 后来, 我都对这个冷硬极简风的办公室 有点应激。 于是, 有一次情人节, 我试探性买了条粉色的毯子, 送到他办公室。 梦令舟收下了他, 并且摆在办公室非常显眼的位置, 然后告诉每个注视他的客户, 这是孟夫人挑的礼物。 一下子给我整老实了, 再也不敢捉弄他。 我感慨万千的叠毯子时, 梦令舟正好推门而入。 我贴心地拿离婚协议。 孟总, 按照我们结婚时候你的合约, 我打印了两份, 您看有什么需要补充, 或者改的。 我话音未落, 梦令舟看着那张纸, 脸上僵了僵。 你要和我离婚? 我贴心地为他搬来台阶。 我懂, 孟总刚刚去见他了对吧? 这香水闻起来倒是不俗, 肯定品味不错, 和孟总很般配。 他脸上三分恼怒, 七分尴尬。 他是谁? 什么香水? 半嗓他才反应过来, 低头嗅了嗅。 这味道是刚喝的中药, 治那个的。 哪个? 我一脸迷茫, 在看孟令舟, 他眼圈都红了。 上周末你去洗澡的时候, 手机页面没关, 我都看到了。 你在网上咨询男人三十, 是不是就不行了? 我连连否认, 怎么可能? 梦令舟一脸善解人意。 我知道, 老婆是在照顾我的自尊。 放心吧, 我找的这个老中医很靠谱。 我将信江仪, 回到办公室查看手机浏览记录, 但是什么都没有。 我怀疑他在框我, 况且孟令舟一直很行。 虽然这几年, 我俩听医生建议开始养生, 没有之前完的花了, 但怎么也不至于要到吃中药的地步。 传出去都要笑死人, 亏他说得出口。 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只是觉得谈恋爱真好啊, 孟令舟的心态变年轻了, 人果然是会变。 孟令舟以前还说过, 将来我们要是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不要隐瞒对方。 现在他不仅不给对方名分, 还用这种谎话瞒着我, 我对孟令舟的滤镜一下子就碎了。 闺蜜听了我的感叹, 推给我一个微信, 她玩她的, 你玩你的呗。 我兴致缺缺地和对方聊了几句, 毕竟孟令舟的代餐 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哪怕他裹得严严实实, 打一眼往人群里一看, 也是最吸引人的那种宽肩窄腰翘臀。 手机弹出新消息, 打破我的沉思, 一看又是孟令舟发来的消息。 老婆, 医生说吃这样要禁狱, 这半个月我睡书房。 我翻了个白眼, 还真让他眼上瘾了, 但还是体贴地回复。 老公辛苦了, 不辛苦, 呜呜呜, 老婆, 你不要找别的男人。 我一脸疑惑, 下一秒, 孟令舟就撤回了, 发错了, 我不辛苦, 真是奇奇怪怪。 我怀疑他可能是碳水吃得太少, 有点精神不正常, 但后来据我观察, 他好像真的只是纯粹地沉迷健身, 不仅上班的时候一有时间就泡在健身房。 家里也新买了一台跑步机, 每天哼哧哼哧地跑步。 终于有一天, 突然在公司晕倒了, 李助理来找我时, 一脸天塌了的表情, 我也吓了一跳。 去医院的路上, 我看着脸色苍白的梦令舟,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还好他慢慢醒了过来, 医生说是他因为过度锻炼, 加上吃得太少, 直接让他回去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梦令舟这辈子都没这么丢人过, 跟在我身后一脸生无可恋。 我接过李助理递过来的车钥匙, 开车送梦令舟回家, 路上终于忍不住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他苍白的脸上泛起红韵, 是我太急于求成了, 老婆,你再等等。 等什么? 我是真的有点搞不懂他最近在想什么。 刚好红灯亮起, 梦令舟拉着我的手, 然后掀起一摆。 梦令舟, 大白天的, 你干什么? 我老脸一红, 老婆你摸摸, 我又有腹肌了。 我下意识戳了戳, 确实硬硬的。 作为一个霸总, 梦令舟当然有过腹肌, 只是这几年他疏于锻炼, 原来的八块腹肌只剩下浅浅的印子, 证明曾经拥有过。 但这东西也不是什么生活必需品, 怎么也不值得他玩了命似的, 抛在健身房。 我收回手, 就是重提问他是不是看上谁了。 他一脸委屈地拿出手机, 给我看他的相册。 我扫了一眼, 他拍的是我的小地瓜账号, 终于想起来是怎么回事。 闺蜜之前网恋翻车, 见面了发现对面已经三十多岁, 居然偷别人照片装男大。 他一气之下发帖避雷, 结果跟对方吵了起来, 账号被禁言。 后来借了我的号, 发帖问男人三十是不是就不行了。 又在评论区疯狂爱特对方, 气得那人破访删号, 但是这个帖子一直没删, 我没想到会被梦令舟看见。 我将车停好, 哭笑不得地跟他解释, 但梦令舟还是不信, 其实我看到了, 你的新快递。 我愣了愣, 随即整个人都不好了, 因为闺蜜听说梦令舟最近禁狱, 特意给我买了堆小玩具。 我骂了他一顿, 就找了个角落收了起来。 梦令舟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老婆没事的, 我不介意的。 如果忽略他快要碎掉的表情, 确实挺没事的。 我懒得和他理论, 让他快去床上躺着, 却被他搂住腰, 老婆, 要不要检验一下我的成果? 我本来是考虑到他的身体准备拒绝, 但是梦令舟两眼亮晶晶地看着我, 看起来很像要向我证明什么。 我半推半就点了头, 没想到这一事不要紧。 梦令舟好像真的不行了, 他自己也愣住了, 怕刺激到他, 我去洗手间笑了十分钟才回来, 但是回来后看到梦令舟还是保持着刚才的姿势, 一动不动, 终于唤醒了我一丝良心。 我开口劝道, 咳, 可能是今天身体没恢复, 状态不好。 还有, 你吃的那个中药不是说要禁狱吗? 可能有点影响, 你别多想。 梦令舟还是不吱声, 不过好歹躺下了。 我松了口气, 下楼喊阿姨煲汤, 晚上给梦令舟补补身体, 却看到阿姨在门口, 似乎和谁吵起来了。 我走近了些, 就听到梦令舟大伯母周梅的声音, 连阿舟都照顾不好, 徐晓怎么有脸在公司待下去的。 见我走到跟前了, 他也面不改色。 阿舟呢? 仿佛我是他家的庸人, 我将他当作空气, 直接和阿姨说。 梦令舟睡了, 让物业不要随随便便放人进来, 免得吵醒他。 周梅瞬间维持不住端庄的表情。 徐晓妮, 见到阿姨真的去找保安, 她一下子怂了。 呵呵, 我还有事先走了, 你等着我一定会在阿舟面前, 揭穿你的真面目。 看着他灰溜溜的背影, 我感慨万千。 我和他睡一张床都睡了八年, 什么真面目都见过了。 但梦令舟今天的模样, 我还是第一次见。 我忍着笑意, 开车回了公司。 梦令舟下午还有个客户要见, 只能我替他了。 好在李柱里说是走个过场, 细节什么的都早就敲定了。 但看到客户真面目时, 我愣住了。 小韩总, 韩莫生挑了挑眉, 好久不见, 小小姐。 我回过神, 带上职业假校朝他伸手。 口误口误, 现在该叫韩总了。 其实偷偷在心里弄骂梦令舟一百遍。 我怀疑他就是不想面对韩莫生才装运的。 毕竟当初是梦令舟对不起他, 但是韩莫生的表情一点看不出破绽, 似乎已经忘了过去的事。 我放了心, 直到签好合同都没发生什么事。 就在我弯腰拿起合同时, 他忽然伸手摸了摸我散落下来的碎发。 小小姐, 你瘦了。 我鸡皮疙瘩瞬间起来了。 可我最近在减肥, 改天我和阿周请你吃饭。 李助理在一旁眼珠子差点掉出来。 我故作镇定地起身收好合同。 加完班回家时, 天色已经很晚。 我站在门口思考了一会儿, 要不要告诉梦令舟。 但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 毕竟韩莫生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十七八的小孩了。 怎么也不至于会对我一个有秃福之父还有什么想法。 我推开门, 就看到梦令舟穿着睡衣坐在窗户边看手机。 她戴着眼镜, 看起来书里冷淡。 想到这里, 我情不自禁弯了弯唇脚。 毕竟她现在是真的冷淡了。 怎么还没睡? 白天睡多了。 梦令舟走过来, 蹲下身, 缓缓脱下我的高跟鞋, 帮我换上毛绒拖鞋。 我看着她的头顶, 还没反应过来。 就见她起身, 按着我的后颈, 缓缓亲吻我的肩膀。 那…… 许…… 梦令舟握着我的腰, 将我抱上玄关的柜子。 我摘下她的眼镜, 低头接吻。 梦令舟很久没有这么不知彦祖过。 她甚至粘着我进了浴室, 将里面弄得一团糟。 我试图找点话题, 转移她的注意力。 阿姨炖的汤, 你喝了吗? 嗯…… 医生说了, 你要休息。 下午休息够了。 我跟她鸡同鸭讲了半天, 看着她泛红的脸和不知疲倦的身体。 忽然反应过来, 她今天有点操场发挥。 和我们刚在一起内收的状态都差不多了。 我脱口而出, 梦令舟, 你又吃什么药了? 她仗红了脸, 你怎么平白乌人清白? 随即她抽身躺倒在床的另一侧, 背对着我生闷气, 似乎真的是我污蔑了她。 要不是, 我看到小梦令舟还在不甘心地朝我打招呼。 我差点信了, 我苦口婆心劝梦令舟别再瞎折腾。 半晌都没听见她的回应, 我爬过去才看到她居然睡着了。 与此同时, 我的手机弹出了一条消息, 来自今天刚加上联系方式的韩莫生。 小小姐, 听说梦总不行了, 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我? 我面无表情地将她拉入黑名单, 然后拿了条毯子, 扔在梦令舟身上。 韩莫生被她爷爷送来梦市集团时, 我和梦令舟还是纯洁的上下级关系。 梦寒两家关系不错, 因此梦令舟对韩家的小少爷很头疼, 就将人扔给了我。 那时候我不知道她的来头, 把她当普通的实习生使唤。 她嘴很甜, 长得还赏心悦目, 把部门很多小姑娘都迷得晕头转向。 我开玩笑说自己要不是比她大几岁, 恐怕也把持不住, 让韩莫生收敛一点。 没想到当晚, 她就在部门聚餐的时候, 借着酒精跟我告白。 我没当回事, 笑她年纪轻轻, 就想走捷径, 将这事就接了过去。 没想到刚过几天, 梦令舟就找我谈话, 韩莫生问我, 公司能不能办公室恋爱。 我心中警铃大作, 恨不得对天发誓, 又将那晚的事告诉她,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的, 光想着走捷径。 梦令舟的表情变得古怪, 你们俩要是在一起, 恐怕走捷径的就是你了。 我的嘴比脑子还快, 我要走捷径也看不上她一个小屁孩啊, 肯定抱您的大腿。 说完我就感觉办公室的氛围都变得奇怪, 她头疼地挥挥手, 行了,我知道了, 我告诉她。 但是大少爷并没有放弃, 她像个开评的孔雀, 恨不得一天向我告白八百回, 还每天骚扰梦令舟, 把她当知心大哥哥。 以至于梦令舟都嫌烦, 劝我要不答应她吧。 但是我实在对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小孩没想法, 梦令舟就忽悠她, 听她爷爷的话去国外深造, 方便将来继承家业, 事业有成的时候再来找我, 大饼画的人一愣一愣的。 我至今都记得, 韩莫生离职那天, 深情款款地让我不要跟别人在一起, 还让梦令舟时刻监视我身边有没有情敌, 结果几个月后, 我和梦令舟订婚的消息传了出去, 韩莫生连夜坐飞机回国, 跑来公司找我, 就撞见我俩在办公室接吻, 一颗脆弱的少男心彻底碎了, 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爷爷倒是给我俩包了大红包, 说多亏了我们。 韩莫生终于肯接下家族重担,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还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甚至打听到了梦令舟不行, 给我发这种消息。 唉, 都怪我太有魅力, 老灯为了我吃药, 小灯为了我挖墙角, 我闭上眼, 带着烦恼入睡。 第二天早上, 梦令舟一脸淡然, 似乎昨晚什么事都没发生, 只是我刚要迈出电梯, 他忽然揽住我的腰索吻, 我气喘吁吁地推开他, 就看到大家分分头来也余的目光, 我老脸一红, 直到在办公室见到韩莫生, 我终于冷静下来, 差点忘了这位祖宗, 姐姐, 为什么拉黑我, 真是脸皮一个塞一个的厚, 我拿起手机, 皮笑肉不笑地开口, 我还以为你背道号了, 他一脸委屈, 姐姐, 你怎么对我这么冷淡, 我屈指敲了敲桌子, 韩莫生需不需要我再提醒一下, 你现在该叫我许总, 韩莫生终于收敛了笑意, 你现在跟梦令舟真是越来越像了, 我愣了愣, 也意识到这些都是梦令舟习惯的动作, 算了, 我就不再自讨没趣了, 他莫名其妙地过来, 又莫名其妙地走了, 我想起自己看过的霸总小说, 发消息给梦令舟, 韩莫生不会为了报复我们, 在合同里设下什么陷阱, 然后把咱们一锅端了吧, 半晌, 梦令舟发了个语音过来, 我紧张地点开, 就听到他满是笑意的声音, 老婆, 梦家要是破产了, 你会养我吗? 别做这种很恐怖的假设好吗? 我发了个卖萌的表情包过去, 当然, 我捡垃圾养你, 不得不说, 梦令舟最近变得格外好哄, 马上美滋滋地告诉我, 韩莫生没那个本事, 但是很显然, 韩莫生在气人上, 还是有些本事的, 因为项目合作, 经常需要联系, 他疯狂在我身边刷存在感, 不仅经常给整个部门买鲜花和奶茶, 每天刷朋友圈都能看到他心机满满的九宫格自拍, 又时不时装作手滑, 发几张极为露骨的健身照到公司群里, 喊给梦令舟发一些奇奇怪怪的链接, 二十年专注男性健康, 三十岁的您动力不在, 男人苦, 男人累, 男人无力谁体会, 来某某男科做幸福男人, 于是我很快发现, 梦令舟又开始卷身材, 大半夜不睡觉, 黑灯瞎火, 在楼下跑步机上哼哧哼哧地跑步, 我半夜醒来摸到床上空荡荡, 又听到外面的动静, 还以为家里禁贼了, 因为梦令舟晚上刚参加酒局, 回家时整个人都有些不清醒, 我煮了醒酒汤给他喝了, 现在本来应该睡得好好的, 不知道又受到什么刺激, 我走过去拿起他放在桌上的手机, 果然看到韩陌生发来的消息, 梦总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的, 还能保持腹肌吗? 如果我和姐姐在一起, 一定会每天提醒自己好好保持身材, 免得人老猪黄被姐姐嫌弃, 我怀疑韩家是什么宫斗剧拍摄基地, 不然韩陌生怎么说话一股宫斗的味道, 感觉要把梦令舟熬死, 然后上位, 阿舟, 别练了, 跟他这种小屁孩计较什么? 我睡眼惺忪地放下手机, 伸手关掉了跑步机, 你叫我什么? 梦令舟忽然开口, 我才发现他眼圈红红的, 我的脑海里闪过什么, 感觉有点荒谬, 梦令舟, 你哭了, 再叫我一声阿舟, 他走过来, 圈住我的腰, 整个人都靠在我身上, 我差点被压倒下去, 好了, 阿舟, 可以睡了吗? 可是我的腹肌, 我哭笑不得, 伸手戳了戳他的小腹, 放心, 阿舟的腹肌还在, 真的, 比珍珠都真, 我们快回去睡吧, 他像个树袋熊一样, 粘在我身上, 看着我把韩陌生设置了免打扰, 终于老老实实回去睡觉了, 半夜发颠的后果, 就是我们双双迟道, 我为了避免这种事再次发生, 特意警告了韩陌生, 不要再做这种幼稚的事, 他没有回复我, 但是梦令舟下班后, 一路都极为沉默, 我问什么都只是点头, 或是恩一两声, 他停好车正要下车, 我抓住他的胳膊, 是不是韩陌生又做了什么? 他别开脸, 摇头, 我越发觉得不对劲, 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那是身体不舒服吗? 他又摇了摇头, 我才注意到他一直紧紧抿着唇, 看起来极为紧张, 你的嘴巴怎么了? 梦令舟拼命闪躲, 我爬到他膝上, 摘下他的眼镜, 再不说话, 我要亲你了, 梦令舟终于张嘴, 却流下一滴口水, 他耳根通红狼狈地擦了擦嘴角, 我下午去打了蛇钉, 我愣了好几秒, 才听清, 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梦令舟, 你再开玩笑吧, 就看到他张开嘴, 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在他嘴巴里, 喊给我看网友的帖子, 说买了各种装饰的蛇钉, 听说会很刺激, 他低头舔噬我的手指, 粗力的材质划过皮肤, 带起一阵站立, 到时候你喜欢哪个, 我就带哪个? 我的脸也有些热, 毕竟老夫老妻了, 有些暗示, 一个眼神就懂, 但是直到睡前, 我还有种不真实感, 从之前完命健身, 昨天半夜, 疑似被寒陌生给气哭, 再到今天去打蛇钉, 有点颠覆我对他的印象, 我悄悄发消息给闺蜜, 他是不是真的爱上我了? 他秒回了个语音, 我本来想转文字, 结果手抖了一下点了播放, 就听到闺蜜响亮的声音, 看不出来梦令舟这个老灯还挺纯碍, 哈哈哈哈哈哈, 我手忙脚乱地关掉手机, 就看到梦令舟忧愿地看着我, 我爬过去哄人, 阿周, 他一动不动, 我凑到他耳边, 老公, 梦令舟扶着我的肩抿了抿唇, 他声音沙哑, 穿孔是说不能亲, 伤口要等三天, 但霸总的偶尔放纵, 后果却需要我们两个人承担, 虽然前两天梦令舟为了养伤, 减少了说话次数, 但是戴上蛇钉后, 还是很快被人注意到, 开会的时候, 董事会的老古董看得直摇头, 下面的小年轻则用一种了然的眼神 在我们之间来回游离, 李助理作为吃瓜第一线的人, 脸都憋得抽搐, 至于韩莫生, 他倒是震惊于梦令舟能干出这种出格的事, 我要是敢打这玩意, 爷爷能把我扔进太平洋, 但他好歹是老实了许多, 一直到项目收尾都没有在作妖, 韩莫生离开那天, 我和梦令舟坐东, 请他吃饭, 借着酒意上头, 韩莫生问我如果重来一次, 会不会选他, 梦令舟也在一旁死死盯着我, 我摇了摇头, 抱歉, 韩莫生眼里的光瞬间熄了, 与之相反的是, 梦令舟伸手过来牵住我的手指, 他的嘴角情不自禁上扬, 韩莫生翻了的白眼, 一把年纪了, 还这么恶心, 但是梦令舟今天根本不吃他这套, 一整晚都心情甚好, 我在洗手间卸妆时, 他缠着我的腰, 哼哼唧唧, 我转过头, 就看到他像小狗一样伸舌头, 露出上面的环, 心脉的, 他点了点头, 将环上的银链递到我手里, 就好像在说人我处置, 看得出他最近确实狠狠进修了嘴上功夫, 我很喜欢咬着他舌上的环不放, 看他露出脆弱迷惑的表情, 而事实也证明, 只要不给自己心理压力, 在某些事上, 梦令舟还是很有实力的, 9月时, 我和梦令舟回了一趟他老家, 因为当年奶奶去世时, 坚持要在老家安葬, 每年我们都会抽时间回去祭拜, 不过今年同行的, 还多了几个孟家人, 其中就包括孟令舟那个 锅造的大伯母周梅, 孟家人口不多, 奶奶先收养了孟涛, 后来才生下孟令舟父亲, 但他身体不好, 在孟令舟出生不久后就去世, 后来妻子也因为抑郁病逝, 奶奶忙着照顾孟令舟, 就将孟氏集团交给了杨子, 但他很显然不是这块料, 不仅差点把孟氏给卖了, 甚至因为挪用资金等等罪行, 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妻子周梅也和他离了婚, 直到孟氏在孟令舟手里东山再起, 周梅带着女儿回来向奶奶求助, 说自己被家暴, 奶奶看在他们的女儿孟蝶的关系, 让孟令舟花了些钱和关系, 帮他离了婚, 于是周梅就厚着脸皮留在了孟家, 直到他故意在重病的奶奶面前, 拆穿我和孟令舟是作戏, 被大发雷霆的孟令舟断了生活费, 他才老实了些时间, 所以我和孟令舟才会偷偷在办公室练习接吻, 准备演给奶奶看, 结果意外被韩沫生撞见, 当时我一直想不通他阻拦我和孟令舟结婚和看不惯我的原因, 毕竟我和他根本没什么交集, 直到孟令舟派人调查才发现, 他和家暴他的前夫段思连, 不仅给他打钱, 还想把妓女林雅嫁给孟令舟,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贼心不死, 甚至带上了林雅回来祭祖, 两个人亲亲热热, 亲女儿孟蝶倒像被排斥在外, 一个人孤零零地过来和我们打招呼, 他一脸纠结, 似乎有什么事想跟我们说, 但是碍于他妈在旁边, 只敢一直偷偷看我, 我好奇, 故意拉着他的手问他要没假的图, 加上了联系方式, 然后和孟令舟先回酒店休息, 果然刚回屋就收到了孟蝶发来的消息, 我妈她最近好像请人调查什么, 还说明天要当着族亲的面拆穿你的真面目, 她想让你们离婚, 好让林雅嫁给令舟哥哥, 我拿起手机给孟令舟看,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林雅怎么还惦记你这块老辣肉, 她正在线上处理工作, 听到我的话一脸茫然地抬头, 你想吃腊肉, 那明天在这边多待几天, 我知道有一家馆子, 我摇摇头, 算了, 你忙你的, 然后发消息让孟蝶装作不知道, 我和孟令舟会处理, 她便也不再提, 我放下手机后, 情不自禁叹了口气, 如果没记错, 孟蝶现在正在独博, 和她妈那副恨不得趴在孟令舟身上吸血的德行不一样, 她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来孟式工作, 在外面受人欺负了, 也不吭声, 她以前那个导师虽然在学术界地位高, 但是惯会捧高踩低, 几年前, 孟令舟从朋友口中知道, 孟蝶的实验成果被别人摘了, 她一个人扛着多方的压力举报导师, 但在家里硬是一声不吭, 还是孟令舟有个朋友经手她的档案, 打电话问她有没有妹妹, 这件事最后得以圆满解决, 但是我和孟令舟一样, 都觉得她这样的性子很容易碰壁, 私下问过她, 想给她铺一条平坦些的路, 但是被她婉言拒绝, 后来孟涛出狱, 孟令舟给她安排了个工作, 她也不去干, 反而每天在家喝酒骂孟令舟, 她直接在她烂醉如泥的时候, 把她绑起来扔在街上, 让所有人都看着她录视频, 跟孟令舟道歉, 才松绳子, 又断了她的生活费, 这种事发生了几次后, 孟涛就不敢再喝酒, 因为没钱花, 只好乖乖去上班, 她打电话给孟令舟时, 我就在旁边, 当时忽然就感觉, 虽然她爸是孟家的养子, 但她不像自己的父母, 反而和孟令舟很像, 在孟令舟的要求下, 孟家的妓祖排场不大, 这些事其实不过是做给活人看, 她知道如果她不提, 这些人肯定是要往浮夸浪费的方向办, 索性就不让搞了, 大家都换了衣服, 简简单单地带着花上衫, 孟令舟接过我手中的花, 歪腰放在奶奶的墓碑前, 奶奶, 我和小小又来看您了, 我准备退后几步, 让她和奶奶说些悄悄话, 却肩膀一痛, 舟梅撞开我, 她在奶奶的墓碑前, 嚎了一嗓子, 妈, 阿涛出狱了, 您知道吗, 都怪我不好, 怎么劝都劝不动她来见您, 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 在众人面前表演, 孟蝶看到孟令舟的脸色, 想拉她起来, 却被她妈一把推开, 你这个天打雷劈的不孝女, 就该让你奶奶知道, 你做的好事, 居然把你爸绑起来, 孟蝶白着脸沉默, 周梅又继续道, 妈, 您知道不, 咱们孟家要断子绝孙了, 她见孟令舟没有反应, 终于拿出准备好的文件, 阿周, 你被这女人蒙蔽了这么多年, 你知道吗, 哦, 孟令舟接过文件扫了一眼, 然后抬起眼皮, 和我对视了一眼, 我正有些摸不着头脑, 她冷哼一声递了过来, 我一脸疑惑地接过, 是公司前段时间刚做的体检, 她居然弄到了报告单, 看来公司里有个蠢蛋要倒霉了, 徐晓你真会装, 身为女人, 都知道卵巢功能早衰, 是怎么回事吧, 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居然纠占雀巢, 蒙骗了阿周这么长时间, 阿周, 大伯母也是为了你好, 看你们这么久没有孩子, 才擅作主张, 她见孟令舟依旧沉默, 愈发得意, 阿周, 大伯母是过来人, 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受, 但是你还年轻, 孩子迟早会有的, 男人跟女人不一样, 只要你别像我们家小雅一样死心眼,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死心塌地喜欢同一个人, 林雅满脸通红地站在人群里, 羞怯地看了看孟令舟, 没想到孟蝶冷笑一声, 喜欢有父之福, 那是喜欢吗? 那是想破坏别人家庭, 一句话刺得她脸色一会儿白, 一会儿红, 我忍着笑咳了一声, 正要开口结束这场闹剧, 毕竟我和孟令舟结婚的时候, 就告诉过她这件事,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身体, 生不了孩子, 对这件事也没有什么执念, 后来和孟令舟结婚, 也因为这个原因, 觉得她迟早会跟我离婚, 毕竟按照孟令舟的条件, 七老八时也会有人想给她生孩子, 只是我刚张嘴, 就见孟令舟抬起手阻止了我, 她嘴角扯起讥讽的弧度, 大伯母这般神通广大, 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的体检报告, 周眉脸上僵了僵, 当然没有, 阿周, 我是为了你好啊, 下一秒, 孟令舟就将报告扔在她身上, 云淡风轻地开口, 哦, 那您下次记得, 调查得仔细写, 我和徐晓结婚的时候, 就已经做过劫砸手术, 话音刚落, 不止周眉愣住了, 我也傻了, 直到她走过来, 牵着我的手下山, 我转头看向她的侧脸, 不是, 孟令舟, 你到底怎么回事, 嗯, 原来咱俩不是先婚后爱, 而是你对我虚谋已久啊, 嗯, 嗯,